101 香港經濟日報 曾進華 港股秩序良好無需救市 2015年7月11日要問A03 梁榮思內地連日出招救市 過去兩天中港股市漸趨平穩 財政司司長曾進華作主動見傳媒時稱 香港市場秩序仍保持良好 各監管機構正留意流動性指標 情況正常 回應指 我們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救市 市民不需要特別擔心 曾進華指出 港股受希臘債務問題和內地股市影響 過去一星期有大幅調整 港股市場的罪形保持良好 外國議員壞棚 同時銀行體系流動性穩定 證監會也密切留意不同經濟的資金流動性 同時進行壓力測試 強調各方面受控 不需要出招救市 而且這兩天我們的市都升了很多 深港通港方就水代中央推出 不過 曾進華亦預料 未來港股仍會持續波動 尤其未來蘇天 歐盟各國就希臘的援助方案 商討進展 對環球經濟帶來不明朗因素 此外美國方面何時會加息 歐洲整體經濟等 都會令市場波動 他強調 投資者在市況波動時應保持冷靜 審慎管理風險 量力而為 至於深港通何時開通 曾進華重申 港方已準備就緒 相信中央在適當時會推出 港府可即時配合 特首梁振英作訪問深圳時也稱 有信心深港通預期開通 港府早前預料 深港通可在年內啟動 梁定邦 好淡滄街可順利操作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也指 無需擔心香港市場波動 直言金融市場一直有風險 我都有食本 但食得咸魚抵得渴 但強調中港大跌市更體現香港金融市場價值 因好倉 單倉都能在本港市場順利操作 港交所行政總裁 李小家和蔡爺應該開心